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很多时间早不属于自己了 不再像年轻时那样 挥霍大把时光 也不觉得可惜 责任与担当 令人分身乏术的同时 也让人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不该管的事 不必插手 不该理的人 不必打理 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等于为生命增值 一 莫管二事 第一种是 与你无关的闲事 世上最大的烦恼 就是管别人家的闲事 别人的烂事破事 本与你无关 偏偏头脑发热 平头论足 只能彰显自己的无知 俗话说 好奇心害死猫 多管闲事的人 未必是内心高尚 想要平息争端 想要平息争端 相反 更多时候 只是八卦心爆棚 想要一探究竟 殊不知 一旦掺和进去 再想脱身 就没那么容易了 别人家的事实 是非非 是一股糊涂账 没有人能理得清 更何况是外人 少管闲事 不给人增添麻烦 对人对己 都是功德 用自己最宝贵的时间 去陪伴儿女 孝顺父母 与知心朋友共度 生活才更加充实快乐 第二种事 他人屡教不改之事 有一个词 叫死性不改 说的是那些 屡教不改之徒 很多道理 他们未必不懂 很多人情事故 他们未必不了解 但就是一意孤行 几头牛都拉不回来 管这样的事 不仅是浪费口舌 害徒增怨气 百害而无一力 你付出再多 他们也不会感激你 只会把你 也拉入苦海 到了一定年纪 如果还不懂得 珍惜自己的时光 和经历 等于白活 有些人 是人生中的贵人 他们和自己 三观契合 使自己受益终身 有些人 与他们产生交集 只会 害人 害己 遇到了 一定要远离 二 莫里 二人 第一种人呢 是两面三刀的人 生活中 总有一种人 人前人后 是不同的嘴脸 这类人 心胸狭隘 虽然说话好听 圆滑处事 但从未坦诚相待 但人性的弱点是 一听到好话就糊涂 还一副 相见恨晚的模样 结果 两面三刀的人 总是无往不利 把人 耍得 团团转 遇到这种人 只是乃真心 缓虚情假意 如果 不远离 势必 会吃 大亏 还以为 占了便宜 其实 是被人 卖了 还帮人 数钱 第二种人 见不得人 好的人 见不得人 好 是人性 罪恶的一面 会让人 心态崩坏 极度沉默 他们未必 过得有多差 但就是一脸 利器 内心 充满扭曲 看到身边人 比自己差 就松口气 一旦有人过得 比自己舒坦 就如临大体 俗话说 损人不利己 说的 就是这种人 和这种人 走得太近 什么时候 被当成眼中钉 都不知道 等到他们 真的面目 暴露出来 自己的生活 已经变得 千疮百孔了 年过 很多事情 不能心存侥幸 遇到这种人 第一时间 就是 敬而远之 既不要交恶 也不要给出善意 远离他们 带来的负面影响 才能获得 真正的宁静 与幸福 活了几十年 有些事情 早应该看淡 有些人 早应该远离 任他人 如何闹腾 独守自己人生的 一片清静安乐 不强求 也不纠缠 未来才会 更加顺遂 回头看看身边 和和气气的 家人朋友 那才是我们 最珍贵的 人生财富 当你在我身边 记忆着竹容颜 你微笑的脸 是最美的诗篇 往事已默默重演 映在你的眉眼 你对我说 月光下要坚强 时光 时光 吹散了少年 梦想 在爱中点燃 我看落叶 轻轻飘漏在你的脚边 那是我们一生中最美丽的 遇见 我一直在忍着人怀 正寻找你 熟悉的脸 用尽力气 努力奔跑 只想再看你一眼 盛开藏听记得花 在悬崖凋谢绽放 是爱那么勇敢 我是你最亲爱的笑 来陪你看满天星河 你给我一颗种子 让我许愿你会回来 用力握住你的手 做你微笑的天使 等待花会盛开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